肋排 绍兴最佳 狮子头 立伟罗智政说出一口好菜 统统都是过年的应景菜色 而他所介绍的这些年菜 由他发起寒冬送暖 正年菜 扶牛贺喜迎新春活动 联合了新北市小土狗志工协会 板桥东区扶轮社等单位 为板桥深秋里 扶秋里等27个里的弱势家户 准备了丰盛的年夜饭 让围炉的这一餐 能够摆满应景年菜 迎接扶牛道 这个外面我们已经办第五年了 今年第一次来我们 北京这个地方来基盘 我也要感谢我们很多的丹女 给我们帮忙 它是我们家家食品 它每年都提供年菜 跟我们来合作 另外我们帮教丹区扶轮 要去我们这次 还有包括中华民国制变工会 这个我们同时也准备了 刚出入的总统的联名的议员红包 要送给大家 赠送年菜菜色丰富 再加上总统蔡英文的红包贺喜 扶牛年送给弱势家户好兆头 而捐赠年菜的地点 选在地方邻里重要信仰中心 深秋福德宫 当地里长陈连城 也是庙方委员会委员之一 除了认同罗智政联合社团 及企业的善心意举之外 更期盼举办多年的送老活动 能持续办理 造福 弱势家户 纸箱包装的冷冻年菜重量不轻 罗智政及服务处的同仁 一一为他们服务 搬上交通工具 或是协助送到家 希望能在疫情吃紧 弱势家户更受影响的情况下 祝福他们扭转困境 迎接扶牛年 新的一年平安顺利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